能够hold住青春的方法 真的 所以我們今天在前面 第一 老師有先要求 現場任何人都不能弄new bra 對 不是我先穿上去可以穿 完全沒有 而且你身上不能上粉了 然後那個妝要最薄的 他就可以幫你做肌膚檢測 真的 你原來講這是慘悶 對 好像說第一次跟男朋友約會 你就要素顏 這樣 紮緣卸光光的感覺 好 但是今天我跟大家講 老師自己也有在喝 這也是在很多很多的綜藝節目 我們跟女性的談話性節目當中 都會推薦很多的女藝人說 或者這些上班族 你要hold住青春 就是喝這個 對 因為其實保養大家都有那種相當的觀念 對 不過我覺得就從體內 散發出來的那種自然的光彩 還有那種緊實度 而且我一開始我有跟主線聊 他說你到底要怎麼看 我說要看肌膚的紋理 好可怕喔 文理 他說怎麼看 我說其實這樣遠看 你會發現肌膚一條一條的紋理 有沒有夠密 夠貼 夠緊 夠滑 其實這是要從體內散發出來的 喔 真的 我覺得老師講的重點 大家有沒有聽到 就是 這個宇宙也有那個細紋的地方 對 它的肌膚的紋理 可是這些東西 老師就算對所有的國際彩妝在了解 老師再會化妝好了 那都蓋不了 而且越蓋越可怕 所以你真的一定要從內部去調整 你可能回到那種20歲啊 上妝啊 什麼都還是蠻痛的 就像你一樣 就像你一樣 有油茶 黑箱飲料子巾啊 想要出去左轉 黑箱飲料子巾啊 應該裡面沒有白蘭絲 因為太貴了 今天在這邊不會 好我先透過